有人要來探病的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Tommy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日本Celia買的一些一筆色的小道具 那Celia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台灣不是有iColor嗎 也有大創 那這兩間 其實裡面有一些一筆色的東西 我們之前有分享過 那Celia的話就是 這兩間幾乎都是跟他進貨的 所以你要找一筆色的東西 到Celia是最快的 所以我們在日本先買了一些 是台灣沒有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我在推特上 都有看到日本有在用 我們沒有看過實體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到底是不是如照片上 看起來這麼好用 好 我們的第一個品項就是 掃把 那這個是 這應該有點像是在掃 掃水的感覺 好像不太像掃把 但我覺得他應該可以跟這個配 這個是台灣iColor買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在日本的Celia買的 我們把它拆開來看一下比例 雖然他已經寫1比12了 然後這一次也是 買的幾乎都是這個 三田化學出的 我發現這個特別的地方 他這邊是有一個轉軸可以轉 我以為他是一個很硬的 那就可以這樣掃 那跟這個比例 看起來是一樣的 只是這不是那種掃地板的掃把 所以 跟他可能多少不太一樣 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其實也不錯 就是他在掃地的樣子 好 下一個是麥克風 但是這個在台灣的iColor就有貨了 那我們在Celia買到的是 他的音箱 那我們一共買了四個 那我今天帶兩個來拍 監聽喇叭 所以你看他的造型是 這樣子有沒有 唱歌的時候 那這個監聽喇叭就是 會放在歌手的旁邊 從這邊 聽過去 所以他的這個香味是這樣子有沒有 給這個主唱聽 所以他的監聽喇叭是這樣的形狀 我覺得這監聽喇叭的這個 細節其實做的蠻好的 你們仔細看裡面是有兩個單體 一個高音一個底音的感覺 然後旁邊是有這樣子 這些細節其實都有做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監聽喇叭 是非常值得購買的 我現在是買四個 但如果iColor有進的話 可能也可以再多買幾個 因為這個如果排在舞台上 這樣很有氣勢有沒有 全部排出來 好 那接下來這兩個 大家可能會有點熟悉 因為CanEleven在咖啡店 或者是那個什麼 餐館系列的扭蛋 就有出類似的燈箱 招牌 但是你在iColor 或是日本的Color 只要花20多塊 或者是40塊 就可以買到了 那這個 它很特別 它是你看 它是會發光的燈 看板 就是會發光的招牌 然後電池是另外賣的 你要買LR44來裝 它是1比12的 是這樣子 那它其實有非常多圖案 然後 可是Celia已經賣貨了 這兩個是最後的圖案 所以我就各買一個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 這個 忘記這個賣什麼 反正是賣磁的 那它電池是放在這邊 跟CanEleven比起來的話 它比較友善 因為它是可以換電池 所以CanEleven的話 你電池用完 你要強制的把它撬開 就是破壞掉 那我們把電打開 給大家看一下 哇有沒有 現在是有點反光 但是它超亮的 那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便利商店 然後有賣酒的便利商店 給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這很好看 希望之後iColor 可以把所有圖案都進 進來 比例就是這樣子 完全一比十二 這如果你有一些 餐廳的場景 也可以放在前面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接下來這個是監獄的圍牆 我其實想要多買幾個 可是它也是沒有貨了 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有附這個小零件 然後背後就說 它是可以把它 阻力起來 就你可以買好幾個把它組裝起來 那我們就嘗試一下 買兩個的話 它能裝成什麼樣的感覺 因為我原本是 覺得說應該要買至少四個吧 這個材質比我想像中還硬 打一下這個地板 它滿硬的 不過也是會比較像軟的塑膠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 這個連接鍵 另外一個也拆開 我們來連接看看 連接起來就像這樣子 好像 沒什麼驚喜感 那我剛剛發現它這上面有洞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裝這個 也可以往上延伸 對 總之它 在上面有洞 然後兩側都有洞 所以就可以 你可以做一個超大的監獄這樣子 另外一位男主角 可是它說是1比12的 但是我覺得 好像 不太夠 頭還有點超過 所以這高度可能要再斟酌了 對 可能你上下再做個什麼 木 石頭地板 把它墊高吧 因為至少應該要這樣吧 所以這個可能是 稍微高度有點不夠高 所以你們要買的話 這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下一個是門 那這個門 也是在推特上 非常受到矚目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推拉的門 然後有負一個 這應該是門簾之類的 後面就有說它的組裝方式 那我一共買了兩個 我們先把它裝起來看一下 它裡面就有附 這麼多東西 然後 還有一張 哦 它的門簾是跟 這個包裝紙 合在一起的 我以為它會另外附一張紙 它有三種門簾 可以讓你選擇 然後這邊這個是 屋簷 其實質感還算不錯 它一個才20出頭 20幾塊台幣 這裡的包裝 包裝 1個 2個 1個 3個 1個 鱼鱼鱼鱼 兩個都裝好了 那剛剛我有一個地方裝錯 所以花了一點時間重裝 所以你們在裝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看這個凸起來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這個它的門把在哪裡 這樣子才不會裝錯 裝錯真的門會卡死 剛剛重新裝了兩次 好 那這個就是 我們先用這個看一下比例 其實比例是非常OK 它比這個頭還高了一點 所以它是1比12 完全沒問題 那這上面的這個桿子 它也有一個 地方有沒有這個掛鉤 我覺得它這個做的還不錯啦 就是這個地方 就直接掛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就不想減紙了 因為那還要折麻煩 總之就是這樣的感覺 那我買兩座的話 因為我看日本它有改裝 它就是自己在這邊填補一些路 把這個變平 然後把門兩個連在一起吧 Anyway 反正你可以自己改裝 自己再延伸一些牆壁 那這個作為一個 餐廳的入口 或者是壽司店 我覺得不錯 那這個看一下它的門 打開的樣子 那你會看到這個門喔 會 它推拉的時候不能說 很輕鬆啦 就是要稍微這樣拉一下 因為它其實這個 它的質量是好的 但是它這個門框有點軟 所以在組裝的時候 它其實沒有那麼 就是可以說直接鼓流過來 它有稍微歪歪的 所以在推拉的時候就是 要稍微浮一下這樣子 那作為擺飾 反正拍照 我們都是用到定位 比如說 這樣子 有人走出來 或者是有人要走進去 這樣子 所以 我是覺得這還好啦 但是裝的時候 真的要有點 稍微用點力 因為它有些卡存的地方 是公差 稍微沒有那麼精準 對 因為畢竟這裡是二十幾塊的東西 就是這樣給大家參考 那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補充一下 像這個門 就可以搭配這個招牌有沒有 這樣感覺就很棒 就是一個組 有這個賣食物的這個餐廳 然後可以整走進去這樣子 可以搭配著用 好 最後一個這個是我覺得 我最期待的東西 它是保健室的病床 那可以看到它這邊 有說 因為病床不是有時候 病人要稍微 坐起來一點 它這邊可以抬起來 那這個東西 我其實也是 蠻好奇的 因為 其實我說真的不知道它質量怎麼樣 因為 在推特上 大家都已經組裝好了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看一下它 到底是 好不好用 因為像剛剛那個門 我覺得有點 超乎我的想像 那可以看到它這個 折的地方 它是用這種 這不知道摺久了會不會斷 好 沒關係 我們先把它組裝起來 組裝的感覺好像蠻單純的 好 組裝的方式蠻單純的 這個兩邊 這兩個 唯一差別就是中間的洞 大的 這個是大的 小的是尾巴 大的是頭 那頭的地方就是有這個 升降的機構 好 所以我們就把這邊 對準它 這樣子好了 這樣子比較好施力 好 那一邊好了 我就換另外一邊 然後就是一邊要勾 一邊要 往下卡 好然後有時候要聽到卡的一聲 搞定了 然後我們的這個 床布 稍微折一下 好了 看起來好像有點陽春 可是是下不錯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那如果你要升降 就是把這個抬起來 然後抬起來以後 這個不是 有這個折合嗎 就變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個 比那個門好用 對 那這個我也是 我好像是買一個 兩個忘記 應該是買兩個 對 因為平常我覺得 雙人房比較有趣 那請 然後來躺躺看 這樣子 非常OK 完全一比十二 那如果 有人要來探病的話 這樣就可以拍一個很不錯的東西 讓它平躺 看看好了 就把這個關起來 那這有時候會翹翹的 你們就 再折一下 就變平了 然後這樣躺著 那棉被的話 就自己準備吧 不然它現在光溜溜的會冷 那就這樣子 看望它 你還好嗎 這個非常推薦 那個門你們就再考慮看看 對 好那最後有兩個東西 它不是一比十二的 但我覺得 它沒有比例的問題 所以我也買了 那我買那麼少 原因是因為這個只剩一格 那這個跟剛剛那個監獄一樣 它是可以組裝的 然後後面也是 主力方式要寫給你看 基本上跟監獄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它可以作為圍牆 或者是圍梨 都可以了 然後這種東西 所以本來就是 在現實生活中有大有小 所以我覺得就沒有比例問題 就買下來 跟監獄一樣有這個小卡榫 然後它的威力是長這樣子 它的材質我覺得跟監獄是一模一樣的 超硬的 對 那比例上來說 就是長這樣子 那我看一下跟監獄一樣 有沒有一樣 好 喔 跟監獄一樣高耶 那它也可以 把它組合起來 變成一種另類的監獄 那尺寸一模一樣 有沒有 這是另外一片監獄 尺寸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們也可以這樣子 做成一種另類感的監獄 也是不錯 好 然後再來這個是 混泥土 這個是空心磚 然後它還有些尺寸 你看 非常的卸實 然後 我覺得它的質感很好 它蠻重的 那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我那時候想說買來是要裝 那個監獄喇叭 剛剛我們不是有監獄喇叭 它是這樣子的感覺 質感真的不錯 它是 我覺得它看不出來有塑膠感 好 那這如果擺我們的監獄喇叭 感覺不錯 就是 給你的場景多了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它的比例大概是這樣子 可以擺這個監獄喇叭 擺錯了 應該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考慮 因為它質感很好 但是它的比例就是 可能不是一筆色的 因為它沒寫 對 但我覺得是沒比例問題 所以我就買了 好 那就是以上給大家參考 好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分享 那我覺得這個門 它真的沒有那麼好用 它在組裝的時候也有點麻煩 使用起來也沒有像想像中那麼苦流 所以這個東西我可能就給它4分 滿分5分的話 但是因為拍照還是可以用 然後再來是併床 併床的話我給它5分 非常值得購買的 那其他的一些小道具像音效 我也覺得非常棒 如果你有拍這種熱音的東西 比如說有吉他啦 或者是演唱會的感覺 多買幾個 可以放在那個當監聽喇叭 它的氣氛感會不錯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分享 如果你對哪一些商品有興趣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跟我說你的感想 好那今年是2022年的最後一天 我們就用這個 在Celia買的這些東西 跟大家說跨年愉快囉 那今天天氣沒有很好 如果你要去看煙火的話 你可能要帶雨傘 不過你看到這個影片 可能已經跨年了 對 好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新年愉快囉 祝大家2023年 都可以存到更多的錢 買到大家自己喜歡的玩具 那我們就明年見 掰掰